说到演戏 朱元璋称 第一没人敢称第二 明明已经做好了称帝的一切准备 但当李善长带着文武百官 劝见他登基称帝时 他却表示 小明王是天下之共主 即使要继位开元 也应有小明王继位 忽然 胡维庸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给他带来了期盼已久的好消息 谁是上座机报 朱元璋故作惊讶 猛地一起身 朱元璋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沉浆了 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撑着桌子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但表面上不能有丝毫的表面 可又挡不住内心的欢呼 只能捂住双眼摆出了一副痛哭流涕 苦不堪言的样子 刘伯温心里跟明镜似的 但朱元璋的狠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明王早晚都是一死 可是大虎跟了他这么多年 出生入死 忠心耿耿他 怎么能下得了这个手呢 在为小明王和大虎感到悲哀的同时 也为自己日后的命运感到担忧 另一边痛哭流涕的朱元璋实在是装不下去了 为了防止露线 大手一挥事宜退潮 然而朱元璋的这场戏并没有结束 演戏就要演全套 朱元璋下令明日全程举哀 继小明王 并让刘伯温连夜撰写道文 既要写得情真意切 还要表达出小明王的丰功伟业 刘伯温不免感叹 先把他埋到江里去 再让我把他举到天上 这算是什么事啊 两年前刘伯温曾说过 朱元璋即位之时 就是他离开精灵归养乡里之时 但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了 现在的朱元璋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朱元璋 现在的天下也早已不是豪强各居一方的时候了 想要夹缝求生存 已经不可能了 朱元璋一旦当了皇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自己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再说了 他让我躲吗 刘伯温对朱元璋很是心寒 但现在他只能安慰自己 怕什么 三五言之内 天字监还看不到我的头上 不光刘伯温对朱元璋心寒 就连马夫人也没有想到 朱元璋竟然这么狠 除掉小明王就算了 对大虎竟然也下手了 那大虎是怎么会杀 他没想到他死 这是真话 那他他们死了 是不是我用自作聪明 本事他了 自作聪明是按照你的心思办的 对不对 朱元璋不否认 马夫人是万万没想到 朱元璋的心这么狠 大虎跟了他们十几年 熬过了多少血战 恶战 现在眼看要开国了 要给他荣华富贵了 朱元璋 朱元璋心中有愧 下令把许诺给大虎的上将军衔 还有忠义侯爵位 却由二虎成席 并把月儿许配给了二虎 等服丧妻一过 由马夫人亲自为他操办 胡维雍是个聪明人 但他却办了一件糊涂事 朱元璋对胡维雍 一直以来都很看重 还特意把小明王的事情 交给他来办 事儿确实办得不错 小明王溺水身亡 大虎自沉长江 但差事刚刚办完 胡维雍就急不可耐上前逃上 上尉 请 结果却换来了朱元璋的冷眼相待 此等关键时刻 朱元璋对他是避之为恐不及 而他却硬往身边凑 胡维雍不经意的一个举动 成功引起了朱元璋对他的怀疑 对他的不信任 朱元璋心里暗自私存 本以为你胡维雍聪明能干 现在看来你 还得多加历练 从现在开始 咱得好好冷落你一段时间 看你下次长不长记性 李善长见胡维雍有这般胡 幼稚的行为 出于对他负责 李善长很清楚地告诉他 办完这件事 他面临的三种处境 此刻胡维雍也真正意识到了 自己政治上的不成熟 本以为升官发财板上钉钉 现在看来钓脑袋 才是板上钉钉的事 现在只能是祈祷这一刻来得慢一些了 只能是想办法尽量避免破乱 随着小明王溺水身亡 朱元璋称地路上的一切障碍 全部扫清 南北前线捷报也不断传到精灵 功课大多推翻圆亭指日可待 天下不可一如无君 朱元璋终于决定称地了 红武元年 1368年正月初四 不到40岁的朱元璋 在南京紫金山几天登基 朱元璋这个昔日的放牛娃 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 就扫荡了群雄 推翻了圆亭 夺取了天下 开创了长达280年的大明王朝 朱元璋没有忘记当年的艰苦 没有忘记自己曾经家无片娃 身无完衣 没有忘记爹娘死的时候 连口米汤都喝不上 这些痛苦窘祸之事历历在目 也正是因为他心中藏着这份艰苦 才让大明有了280年的国命 朱元璋这个人争议颇多 但又被夸赞不少 然而纵观中国乃至世界历史 从乞丐到放牛娃到和尚 再到起义军最后到开国皇帝 这样的人历史上估计也就只有朱元璋一人了 朱元璋虽然心狠熟辣 一路走来杀人无数 但他后来的成贪 呕心沥血肃心燕昧的治国 不得不说他是一位好皇帝 回到剧情 朱元璋称帝 文臣武将无不欢手称快 刀口天险的日子过去了 即将来临的 试想无尽的荣华富贵 所有人都在眼巴巴的 等着朱元璋的寿风大典 蓝玉更是自称有可靠消息 金城内外闻五百官 对寿风大典盼望已久 武将更是一拥而上围住蓝玉 迫不及待想知道更多的消息 皇上把名单都拟好了 一共九十九个人 还知道在今朝会上 皇上就要宣布寿风名单了 根据功训的大赏 军队寿风三等角位 同局 同局 伯局 不少兄弟哈喇子都留了下来 都想知道自己封了个什么爵位 蓝玉会声晦涩的描述 把一项沉稳的汤河也勾了起来 忍不住问他 你听谁说的 寿风大典下月初举行 汤帅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知道啊 被蓝玉这么一问 汤河的老脸立刻红了 气汹汹的找到李善长和刘伯温 连这小子都知道寿风名单了 皇上却一个字都没有告诉 还有你二位先生 也太不够交情了 干嘛把我瞒得那么死 然而 二位先生却表示 对此事一无所知 皇上就连一个字 也没有跟他们提及 土帅 如果连你都不知道 那么 在下可以肯定 皇上没和任何人 商量寿风名单的事情 至于蓝玉 多半是道听途说 自以为之 自是皇宠 卖弄清国罢了 三个人也开始吐槽朱元璋 寿风这么大的事情 竟然不跟他们商量 简直是不可思议 过了一会上朝的时辰到了 文臣武将 走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踏入了奉天殿 在蓝玉一方 绘声绘色的描述下 所有人都认为 今天朱元璋 一定会宣布相关事宜 就算不宣布名单 也会宣布举行时间 然而令他们 始料未及的是 金碧辉煌的龙椅上 竟然空空如影 所有人都愣在了人 等了许久 还是不见朱元璋的影子 李擅长一脸无疑 百官左顾右看 刘伯温直接摆烂闭目养神 就在这时 太子朱镖急匆匆走了上来 随后给李擅长使了个眼色 李擅长收到信号 立马跟上 原来 朱元璋在准备去上朝的时候 路过文华殿 看见老八 老九 老十二 老十三不好好读书 竟然爬进浴缸里摸鱼 立马怒气冲天 全然不顾天子 尊贵 也不管什么皇家礼法 扒掉巢 狠狠地抽打 这些贪玩的皇子 看什么干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朱镖找来李擅长 让他劝劝朱元璋 李擅长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后 勇敢地冲上前去 罢射啊皇上 经过一番劝阻朱元璋 总算是不打了 随后更是说出了那句天下父母 都会说得明年 咱从小读书就少 也不懂了什么礼仪 咱就仗着他们 靠着他们呢 希望他们 把咱失去的都给咱补回来 皇上 朝会的时辰到了 成都们都在后城 对对对 走 然而当李擅长告诉他 有人听说 您今天要在朝会上 宣布授封名单时 朱元璋立刻停下了走路 谁说的 蓝玉 哦 也许蓝玉 只是听了一些流言 朱元璋不满之意涌上心头 你们不是迫不及待了 那咱就让 你们再等一个时辰 穿纸丰天殿 朝会 往后拖一个时辰 百官们还以为朱元璋 去调整授封名单了 内心激动不已 然而朱元璋 去太子太师宋联 讨论起了皇子们的教育 这一讨论起来 一个时辰很快便过去了 朱标前来催促 朱元璋这才不情不愿地走上大殿 百官们还以为朱元璋要宣布名单了 心提到了嗓子眼 然而朱元璋却告诉他们 一句话 张欣发话 蓝玉 你说好不好啊 蓝玉眼神左右躲闪 这一下不好也得好吧 好 这场风波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 弟兄们虽然有些失落 但还是满怀期待 毕竟该来的总会来的 唯独汤和汤帅有些反常 这个我们下期来说 喜欢的朋友 记得给老弟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继续